大家好,我是魏杰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Linux多线程系列视频教程 前几节课我们学习一下Linux多线上的基本控制 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一下Linux的一些高级控制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课程将接近尾声了 大家看书的时候就看到了 一本书前面好几章都讲的是基础知识 直到最后一章才会讲到一个比较高深的概念 那么在学习中,大家也应该知道 基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于后面的高级要求我们就非常低了 高级操作只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当然大家能够掌握是最好的 这节课是Linux现成的第三个阶段 高级控制,主要讲的是现成的高级属性 这个东西比较难,大家能理解就行了 需要掌握的东西不是很多 首先来看一下课程目标 掌握什么是一次性粗子化 掌握现成的同步属性 那么这两个知识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也是容易理解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大家尽量还是掌握 第三个是理解现成的属性 第四个是理解现成的私有数据 第五个,理解如何在现成中使用Folk 重点难点是一次性粗子化 还有现成属性中的一些分离属性 取消属性 那么关于分离属性和取消属性呢 我们在现成的基本控制中呢 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是学完了 希望大家呢没有忘记去回顾一下 第三个呢是在现成中使用Folk函数 考核目标 什么是一次性粗子化 如何在现成中安全的使用Folk 首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一次性粗子化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需要让粗子化只能执行一次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必须执行一次 而且只能执行一次 比如说一些互质量的粗子化 条件变量的粗子化 它必须粗子化 不粗子化不能使 但是粗子化的次数多了 又会产生一个错误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手册上 看到一下 我们之前已经看了手册了 给大家回顾一下 比如说互质量 它的粗子化 我们买一下 平时的MutexUnit 我们打到它的返回质这一块呢 有个错误码 这有一个EBZ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试图去重新粗子化它 那就产生一个错误 所以关于互质量粗子化呢 你只能去操作一次 不粗子化也会产生错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运到一个知识点 一次性粗子化 通常呢 我们在粗子化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将其放在昧函数中 这个时候呢 它肯定是只执行一次的 除非你傻到把它放在一个Wave循环里边 我相信大家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呢 在今后的工作中呢 可能你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操作 你比如说 你在边写一个酷函数 里边需要运到互质量 那么这个酷函数写的时候 互质量必须进行粗子化 你总不能把它放在组函数中 酷函数呢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 不透明的 你不能把它里边一些变量的粗子化 放在组函数中 那就不太合理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使用一个系统 帮你设计到东西 一次性粗子化 它会保证你的那个粗子化代码呢 只执行一次 首先 你想使用一次性粗子化呢 要给你一个批率的 万式钢体内型的变量 而且这个变量需要用一个红 批率的万式init来粗子化 接着第二步 创建一个与控制变量相关的粗子化函数 那么这个粗子化函数呢 要求是返回这是空的 然后也不能传参数 里边呢 你可以写一下 粗子化代码 比如说护持量粗子化 批率的 Nutexinit 读线所的粗子化 调节变量的粗子化等等 有了这两步 一个变量 一个函数以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 在任意一个时刻 调用一个函数 批率的万式 这个函数呢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你定义好的一个控制变量 第二个参数 是你要执行的粗子化代码 当然返回值是等型的 成功肯定是零 失败有通过码 这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功能 往函数 使用粗子为批率的万式init的 一个万式控制变量 来保证 第二个参数 init routine函数呢 在本进程中 只能执行一次 在多线程变成环境下呢 尽管批率的万式 可能会被多个线程去调用 但是呢 init routine这个函数 它只能执行一次 究竟在哪个线程中执行 这个是不确定的 由内核调度来决定 那么它如何确保这个init routine只能执行一次呢 在lanix多线程中呢 它使用互持量和调节变量 来保证 p算的万式 直径的函数 只执行一次 实际上呢 这个一次性函数 它的执行状态呢 有三种 也就是说这个p算的万式 它的执行状态有三种 一种是never 这个呢 是一个整数0 还有一种是inprogress 这个是正在执行 最后一种是到 已经执行完了 我们用万式ctrl这个变量 来表示p算的高万式的执行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它如何确保 第二个参数 只需要一个函数 执行一次 假如万式ctrl 它初值是0 那么p算的万式 被认为从未执行过 它是never状态 这个时候呢 init图体函数 就会送你成章的 跟着执行一遍 假如万式ctrl的初值变为1 这个时候呢 p算的万式都必须等待 其中一个激发 以执行一次的信号 因为它是通过调节变量 来控制的 所以呢 需要等待一个信号 因此呢 所有的p算的万式 都会泄入一个永久的等待中 整个这个p算的万式 已经等待了 所以里边的init 入体还是无法执行的 如果你到万式ctrl设为2 它表示p算的万式旦数 已经被执行过一次了 这个时候呢 会导致p算的万式旦数 立马返回 当然里边的这个函数 init图体就没有任何机会 去执行了 当p算的万式 这个函数成功的返回以后 万式ctrl这个变量 就是它的第一个禅数 会被设为2 而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 它用的是一个红 那么这个红呢 其实是0 之后是0才能保证里边的那个函数去执行 如果是1呢 它会等待 是2呢 表示执行完毕了 所以我们猜也可以猜出来 这个p算的万式init 它是一个0 或者你可以去同文件中查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打开同文件看一下 应该在userinclude下面的p算的h里边 我们来搜一下p算的万式 unit 怎么没有收到呢 我把它定位在第一行 从头开始收 好 这里收到了 它是一个红电翼 是0 好的 这个就不看了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一个简单的例子 去证明一下p算的万式 它只能执行一次 我们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我们就不要去写这个整个的流程图程序框架了 我们用一个逐线程去创造两个新的线程 然后在两个新线程呢 分别去调用p算的万式函数 看看它里边所指向的那个init 那写下这个函数 我得切换一下目录 好 给它起个名字 slide 在这里边呢 我已经将一些简单的代码写好了 因为这个创造线程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我们已经超过N次了 所以呢 没有必须要再去操作它了 走函数创建了两个新线程 然后产生了判断 最后呢 利用p算的照应函数 来等待新线程的结束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新线程中 使用一次性处置画 那么在使用一次性处置画之后 首先需要一个变料 它是p-slide 万式钢T类型的 给它起个名字吧 万式 需要进行处置画 p-slide 万式unit 用这个红来处置画 接下来还需要一个函数 我随便给它起个名字吧 这个函数呢 不能传参数 反而这里是空的 我在里边给它打印一句话吧 printful 证明它有没有执行过 或者执行了几次 m-in-thread 0x 我要用16进制打印这个ID 百分之用 百分之X吧 16进制的 然后tid 这个tid呢 是新线程的ID 所以我需要再用这个变料 提前定一下 p-slide 高T类型的数据 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新线程中 使用p-slide 万式 先打印几个提示语句吧 第一个 我需要获取一下 线程的ID p-slide 高Self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忘记 获取它本身的ID 然后呢 等一句话 我是 哪个线程 也用16进制 然后呢 是调用p-slide的万式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如何执行的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你的p-slide 万式钢铁类型的变量 注意取离值 第二个是你的初始化函数 side unit OK 最后来个返回就行了 给它返回个空 然后呢 在第二个现场里边 我执行同样的操作就行了 复制粘贴一下 再偷个小栏 我呢 本来设计的呢 是想让线程一先去执行的 所以呢 我把线程二 给人微的暂停一下 让它休眠两秒钟 那么这个程序非常简单啊 创造了新线程以后 主线程就停了 它要等待新线程 而新线程呢 因为线程二有slip 它会睡眠 导致线程一先去执行 它打用出了自己的ID 然后呢 调用一下万次函数 线程二 也是打印自己的ID 调用万次函数 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资料呢 可以看到这个P3的万次 它只会执行一次 也就是这个M1strad 它会打印一次 如果打印两次呢 就出错了 我们来编译执行一下 GCC GCC 往来P3的 别忘了那件线程库 服装会给你报错的 然后执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让每个线程都会打印 我是线程级 线程级 然后呢 这个M1strad的这个函数呢 它执行了一次 它是用P3的万次来调用出来的 虽然两个线程都调用了P3的万次 但是呢 那个万次函数值的第二个参数 那个东西 它只执行了一次 它在第一个显程里边执行了 第二个显程里边不执行 我们回来修改一下这个代码 简单的修改一下 我们知道了 这个初始化 P3的万次进行它是一个0 是0呢 代表P3的万次从未执行过 然后就顺利的通过执行了 然后执行完以后呢 它会将这个万次别料 设置成2 好 那我们来简单的修改一下这个代码 print for 我在第一个线程里边 我们知道肯定是第一个线程先执行的 因为第二个线程休眠了嘛 所以它也会顺利的将P3的万次执行一次 然后打印出了 这个 这句话 然后呢 紧接的将万次别料设置成了2 我们试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2 百分之地 万次 为了验证它是2呢 我在没调用P3的万次之前 再打一次 这样呢 前后打印两次 对比一下 再编一下 然后执行 大家看到了 第一个线程在执行的时候 打印出万次是0 紧接着你去调用P3的万次函数 然后呢 它会执行初始化代码 执行完以后 这个万次它就变成2了 那为什么没有万次等于1这个状态呢 万次等于1这个状态 它是在执行的一个过程中的 我们很难去看到它 我们再来修改一下 既然这个红呢 它是0 那我把它改成1 看看是什么效果 我们获取不到它的状态 把它仍微修改成1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然后再执行一次 这个时候 大家猜到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是应该阻塞了 对吧 这个线程会阻塞了 因为这个万次变成1了 它会等待其他的线程去执行 它会认为其他的线程 在调用P3的万次函数 等待其他线程执行完毕 变成2以后 然后它呢自动返回了 然后它也不可能去调用出 使用的这个函数 那当然线程2也是没有机会的 我们来再编译执行一下 看线程1 在这句话的时候 m111 然后等待 你在等待多久 它也不会出现的 这句话是谁打印出来 这个句话是线程2 对吧 线程1打印出来这句话以后 然后P3的万次停住了 阻塞了 然后进阶的呢 线程1 它也没有打印出它的第二句话 万次是几 然后线程2 它也只打印了几句话 执行到P3的万次 它又阻塞了 等在那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修改一下这个程序 不停的变化它 我把这个万次变成2 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既然万次变成2了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学习到的内容呢 可以猜到 这个P3的万次行数 它会立马返回 所以线程1会打印出这几句话 万次这个是2 这句话也会打印出来是2 虽然这个跨越了这个函数 但是呢 它里边的这个 虽然的init是无法调用的 因为这个P3的万次是立马返回的 同样对于线程2的也是 这个P3的万次也是立马返回的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进程就结束了 我们来再编译咨询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大家看到了 我是线程几 然后万次等于2 万次等于2 这很明显是线程1 对吧 线程1再限制行 然后2秒之后 往后限制2 这行 好的 这就是所谓的一次性初始化 我们使用一个函数 P3的万次 来实现了我们的初始化代码 它需要一个控制变量 然后呢 需要你的初始化函数 这个指针 透过互实量和调节变量的方式 来保证 你的初始化代码只能执行一次 如果这个万次变量初次是0 顺利的执行 如果是1 现场主测 如果是2 立马返回 没有机会执行了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既然我们学习的一次性初始化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 教我们之前写的程序 改成一次性初始化 教你之前写的那个护赤料 或者调节变量 或者是读写锁 教那些程序 它的所有初始化 都改成使用P3在万次 来一次性初始化 也就是说你要在 紫线层里边去进行初始化 而不是在组函数里边初始化 看看它到底是否实用 将护赤料的初始化 使用P3的万次函数 来实现 这个作业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只要把以前的代码稍微修改一下 就能实现的 好了 这一小节就先讲到这里 再继续